然后这里 这个再把它偏移过来 偏移过来 偏移过来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 其实做一个就好了 复原 Ttrl Z 好了以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就用修剪 修剪 修剪之后按一个空白键 把这边这个线段删掉 这个也删掉 那这个是独立线段 所以 只能用选取它 选它 选它 按Delete 我就留下它就好了 为什么 留下它之后呢 那我就可以用环形正列 中心点以它为中心点 转一个之后 这个 先把这两个线段选好 用虚线把这两个选 环形正列 选两个物件 这两条线 四个嘛 因为 1234 那360段确定 中心点要在 这边中心点要现在选 中心点选它 那四个按 然后物件的话选起来 1 2 按空白线 这边有两个才正确 环形正列案确定 这样就好了 好了以后的话呢 再来 这个里面的部分呢 还要再做一个环形正列就好了 那特别注意哦 接下来选取的方式 一定要用什么呢 实现的 你不能用虚线 如果虚线你会选到 不应该选的 有没有 包含其他的线段 都会选到 那要选 我今天要选的是 只有里面这八条线 有没有 这八条线 我还要再做一个环形正列 所以选取的方式 一定要实现 实现的话 从左上到右下 实现选 放开 有没有 就只有选到里面 该选的线段 选好之后 按怎么环形正列 环形正列 正列里面环形正列 中心点在哪里呢 中心点在这里 这个点 然后也是四个 按确定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做出来 做出来之后 你可以再做一个标注 用线性 因为七十 从这一个端点 到这个端点 七十 那这样的话 这个图形就做出来 那刚刚的重点 再跟大家讲一下 第一个 先用举形 然后在这边点一下 第二点的话 就是小老鼠七十 七十 就到这里 第二个就是用分解 因为它做出来 一定是一个聚合线 分解之后呢 再把这个线段往上 偏移多少呢 七十除以四 因为四等份嘛 然后一条线 两条线 三条线 那这边也是一样 直接偏移 偏移 偏移 偏移完之后的话 再做一次 偏移这一条线 跟这一条线 那留下这两条线段就好了 最后呢 再环形正列 最后呢 记得用十线的选取 再做一个环形正列 那这一题的话 就做出来了 好吧 画面呢 先换给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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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